难怪海外不傻地方要禁用TikTok 原来一不小心就能写几外网 谁能想到曾在彩灵时代大火的歌曲《求佛》 让歌曲的DJ版在台湾一夜爆火 来你好我想 其实里面听的是饰演版的《求佛》 来 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愿与勇气使唤我们 一时情愿 希望可以感动上天 不要再给我拍老头 快给我变帅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不仅如此一段72变怎么样的变 非以只放花贯口 在国外也一夜爆红 TikTok上面有15个亿的浏览量 这么高吗 更是被老外当成了中世人 引来无数外国人套娃式整活 72变怎么样的变 记住四个字的口决定 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 你敢摸它下边第三个字 你敢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 你敢摸它右边 摸它的上边 咱摸它的下边 摸摸它的左边 摸它的右边 不但成了四华舞蹈大赛 而且还顺便玩起了变装 第一个字 你敢摸上边第二个字 你敢摸它下边 第三个字 你敢摸它的左边 第四个字 你敢摸它右边 摸它的上边 再摸它的下边 摸它的左边 摸右边 两个字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呢 你敢摸它 我敢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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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韩国 它是很烤的冲户 它是很烤的冲户 我敢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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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 我敢摸它 原来是因为一个韩国人模仿蓝色妖姬时用了这段BGM 但我每次都被韩国烫嘴板唱法笑出声 如今不少外国人更是直接照搬国内视频 仅靠做TikTok带货就赚得盘满波满 其中这几个哥伦比亚小哥 更是把自己的视频和国内原本视频剪在了一起 那带货效果真的是降维大鸡 看完真的是想买个假发玩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